注意看,这两个男人有多变态 穿着超短裤,披着小衬衣,在大街上搔手弄姿 看猴磨这两根毛,滤镜也无法阻挡他们的风情 司机师傅直接吐了,吓得路人仓皇逃命 车子可承受不了这体重,警长在一旁都看傻了 格里芬一家乌闯入春田镇,在超市撞见猴磨 恶搞之家和辛普森一家,来得似梦幻联斗 巴特带饺子参观房间,接着教他玩滑板 巴特的运动天赋与生俱来 反观饺子,只能勉强不摔跤 他开始崇拜巴特,突然,笑话尼尔森出现 狠狠地揍了巴特 饺子决定为巴特报仇 他先在公园丢下一个诱饵,接着毒晕了尼尔森 将他囚禁在车库里,饺子的手段无比阴暗 各种刑罚工具应有尽有 他想起巴特的口头禅,吃我的短裤 随机塞到尼尔森嘴里,两家人一起共计晚餐 在辛普森的世界,狗不会说话 他们只配在厨房吃狗粮 布莱恩还要去遛狗,他觉得狗也有尊严 下一秒,狗子跑得无影无踪 终于到了临别之际,饺子送给巴特一份大礼 他把对方所有的仇人都绑了起来 这种变态的做法吓坏了巴特 他决定跟饺子断交 回到家,饺子装作若无其事 把自己关在房间,在黑板上反复写着 不要再思念巴特 恶魔之子有多疯狂 竟和汪汪队打成一片 把他惹极了,连狗都咬 学校组织去冰山参观 到了原始人场馆 巴特把丽莎的画像刻在石板上 引来风陈大笑 地球变暖导致冰川融化 丽莎呼吁大家保护环境 巴特把对讲机放到书包上 妹妹一说话 巴特就传出放屁的声音 气得丽莎扔出对讲机 巴特反手搓出一个雪球 将妹妹打进铃河里 幸亏虎不神 丽莎气愤的爬上岸 她发誓必须要报这个仇 第二天起床,巴特就收到一张禁令 要和妹妹保持六名远 她刚开始不服 接着就被送进看守所 妹妹在食堂吃饭 巴特只能在外面淋雨 大家坐校车 她被放在购物车里拖着走 眼看这个家就要散了 马基向法官求情 没想到,巴特还不知悔改 法官判处她离妹妹六十名远 从此巴特变成一个野孩子 每天不用上学 整日与野狗为伴 马基心疼儿子 劝女儿能原谅哥哥 丽莎看到巴特为自己造了的草人 她的内心开始动摇 好家伙 原来巴特使妹妹如女巫 争准备杀了她 巴特立即又编造个谎言 最终丽莎还是决定原谅她 并亲手烧掉了邪恶的自己 这个男人有多惨 竟被变异的蝗虫撕咬 甚至有些还进到嘴里 一周前 丽莎在演奏时突然晕倒 诊断是缺铁导致的 因为她是素食主义者 医生给她开了些铁片药 丽莎实在无法下宴 食堂大妈推荐她吃昆虫带餐 这也是素食者保持健康的秘诀 餐桌上蜘蛛驱虫应有尽有 丽莎也逐渐适应 大爷还要在饭里多加些苍蝇 回到家 丽莎亲自动手养蝗虫 她刚离开 尿性人就把虫卵倒在里面 还加了些成长药和增肥料 丽莎每对饭都要吃虫子 直到做了一个梦 梦中整日与昆虫伪伴 没想到虫子也有自己的思想 她拜托哥哥把蝗虫放生 可巴特一个不小心 竟把虫窝打翻在地 逆逆妈妈的蝗虫在地下室乱窜 碰巧猴沫的同事困在下面 眼看就要被蝗虫吞噬 幸亏猴沫及时赶到 不然丽莎就成了杀人凶手 她最终决定亲自动手 让妈妈带着找到一片空地 接着将数万只蝗虫放生 好家伙 前面就是一片玉米地 瞬间被蝗虫啃食殆尽 农场主一家全年的收成没了 辛普森一家有多好吃 竟化身成瓜果蔬菜 可惜他们的种子太小 连沙发都上不去 一家人跌落汗 终于爬了上去 没想到猴沫被狗子叼走 这时教授拿出变大药水 将一家人强行催熟 还不忘给猴沫多失些肥料 辛普森一家搞得比例失衡 大人小孩竟互换了身份 在太阳的光合作用下 一家人终于恢复往日的样貌 巴特却没少吃土 现在谁都会种辛普森 前提是要有他们的种子 最容易养的是土豆 浇点水还能长出头发 猴沫那两根毛太强劲了 这堆杂草竟是辛普森一家 修剪后才能看到轮廓 马基给家人做晚饭 没想到竟有广告乱入 被他用吸尘器给吸走 这还没完 橄榄球广告也偷溜进来 马基用杀虫剂灭了他们 突然更多的广告出现 接着把探员钉在冰箱上 豪斯一生最惨 被放进微波炉里 越狱二人组下个拔腿就跑 这个男孩发现地狱之书 他好奇的打开 头下骰子 突然间地动山羊 书中发出奇异的光束 一个男人开着火车冲进来 这时外面已经天翻地覆 所有的游戏都成真了 人类全部被操控 警长也惨死在棋局里 猴沫被困在数字游戏中 丽莎找到方法 那就是通关这场游戏 巴特想抄进路 竟被管理者识破 豪斯因此丧命 终点就在眼前 巴特上岸摇下机关 突然一群扑克人冲了过来 恶魔之子的称号可不是吹的 敌军瞬间被他团灭 更多的玩具杀过来 巴特专注地完成最后一关 只剑手指触发红球 顺着滑梯落下 机关又再次触发机关 接着将爷爷弹飞 目的只为抓一只机械鼠 在巴特通关后 所有的玩具都飘了起来 往书的方向飞去 第一只书再次沉睡 巴特提议换一个游戏 没想到 所有的游戏都已成真 他们仅仅因为错了一个字母 就要被吊死 辛普森一家有多惨 竟被穿起来烧烤 甚至直至脱水 化成一堆干湿 家里的沙发竟是鱼饵 灯笼鱼把他们吊上来 一口吃掉 一家人闭门家里坐 没想到货从天上来 本以为变成金属 就能逃过一劫 怎料沙发化身成液压机 还被爷爷拿去收藏 沙发最记仇 还把一家人吃掉 四省止谢 有时在野外看电视 也会被投石车弹飞 被做成像平民也是常有的事 有时会被人当成狗 牵出来挨个展示 他们居然有点小骄傲 当主人讲一巴特时 侯墨还会嫉妒 冲上去对其疯狂撕咬 巴特岂是好惹 上演了一场狗腰狗 一家人逃到上世纪 突然侯墨中弹身亡 沃尔摩斯瞬间赶到现场 仔细查找线索 最终断定巴特是凶手 好家伙 原来凶手是马鸡 这是有多大愁 平常他就会把一家人脱水 然后一次晾晒起来 他们发现沙发不见了 辛普森一家有多奇葩 竟变成五只大青蛙 甚至还扮成天线宝宝 红小麦开心 这一切都是受外星人影响 他们统治的地球 把辛普森一家变得稀奇古怪 大战后 地球变得千疮百孔 到处可见恐怖的外星生物 巴特侥幸逃过一劫 黄百万发了国难财 巴特划过外星水晶 朝着家的方向冲刺 一路上人们失去了往日的笑容 红沫运回来一些食材 一家人都活了下来 马鸡的车机依旧狠菜 差点把老公带走 没想到 家里多了一只年猪 够他们吃一阵子了 一家人终于重建好家园 原来只建了一面墙 突然冒出收花武器 他们早已被外星人盯上 一家人成了活化石 有人请来大师为辛普森雕刻石像 可大师觉得不满意 又把辛普森换成起义军 被雕成石像的他们 居然有了生命 辛普森一家有多惨 竟需要鸟来投喂 虫子吃多了 就会变成基尼太美 侯墨这个杀标 竟把蛋给做碎了 还不忘尝尝喂倒 一家人被做成飞标 个个都能成功上板 只有侯墨胖的哪都上不去 他还想一人独占沙发 一家人直接坐到侯墨身上 辛普森很崇拜消防员 学着他们的下楼方式 侯墨却胖得下不来 打印机把一家人打印出来 就连机器也被侯墨卡住 他每天都胡吃海塞 巴特偷走了老爸的啤酒 把酒扔到了后院的电线盘上 侯墨正吃着起劲 才发现啤酒竟挂在窗外 他气得冲到外面 尝试爬到树上去钩 为了喝酒 他不惜顶而走险 没想到这上面还有电 侯墨尝试了无数次 直到天都黑了 他挺着大肚子 依旧不放弃 还尝试着直接喝 就这样一次次的触电 导致附近的电线开始短路 直接影响到整个城市 最终陷入到一片漆黑 辛普森穿越到我的世界 身体突然炸了 巴特超完黑板回家 跟往常一样踩在老爸车上 他竟然摔死了 这导致丽莎也一头栽到墙上 下一秒 马基带着小麦回家 直接把侯墨给撞死了 杀手还在家等着他们 巴特死后变成虚拟人 重复往日的生活 悲催的侯墨在游戏中也要上班 马基带着小麦逛超市 竟把女儿当成商品扫码 幸好被收银员装进购物袋 丽莎眼中的电子音鹤立鸡群 被老师赶出教室 侯墨下班扔了燃料棒 被巴特捡走 游戏中的他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小麦的驾驶技术也变得一流 车种飘移过弯 这次再也没有失误 一家人都安全抵达 只有侯墨是地狱难度 再次被母女俩追着跑 一家人幸福地活在虚拟世界 每天到处闲逛 这里完全还原了春田镇 日常的任务就是过各种关卡 到家就算顺利通关 幸福森一家有多搞笑 竟撞成一团鸟变融合怪 甚至遇到选择时 还会立即分裂 突然出现一只三维的手 把全家人拽得面目全非 当他们互换发型 是种什么体验 小麦竟被头发压垮 就连身体也能互换 侯墨还想霸占电视 大哥的丽莎可不同意 幸福森是如何画出来的 只需一只神笔 就能分分钟搞定 出版社还发售过生日贺卡 简直是完美复刻 最难的制作冰雕 需要三个师傅合作完成 耗时两天一夜 这是幸福森版乐高玩具 把一家人拼出来也是够难的 最有趣的是骰子 正面全是辛普森的概率极低 最后一步就是拖拽人物 把画好的一家人放到沙发上 这是吼墨的全身构造 小时候很聪明 温柔时像马鸡 冷漠时像大姨 她有小丑的搞笑 也有老毛子的自嘲 啤酒和小麦是她的软肋 眼中钉则是巴特 因为不管任何时候 都少不了她的恶作剧 辛普森一家有多萌 化身成可爱的小baby 下一秒 竟长大成人 饼干整齐的躺在盘子里 这是送给圣诞老人的礼物 侯墨竟自己吃自己 一家人憋成可乐杯 饮料机从天而降 侯墨接的最多 这就是贪杯的下场 侯墨和巴特相爱相杀 老爸却打不过儿子 再看后台 差点没把巴特掐死 侯墨为什么总坐不上沙发 原来这只是电视游戏 她气得摔掉遥控器 一屁股坐到地上 侯墨竟拿斧子来吓人 她的动作被做成光盘 还有幸福森的玩具出售 货架上摆满了他们的商品 巴特太想买个自己的玩具 马基却死活不同意 尼亚森买了一盒回家 拆开后根据说明书组装 首先安装好沙发 接着是最胖的喉沫 然后是马基 孩子们三两下组装好 最后一步是上色 要记住每个人物的衣服颜色 把幸福森放到托盘上 再插上一支鞭炮 啊哈 啊